又到了幾年一度體力大考驗的日子 今天我們來行山 行山叫做高尾山 我們剛剛是怎樣乘車來的呢 我們剛剛是由新宿乘京王線 來到高尾山口站 用了大約 50 分鐘左右時間就到了 有兩輛車都到的 一輛是直達,一輛是要轉線的 沒錯,我們剛才是轉線的 在北野站轉線 因為每輛10分鐘就卡拉卡拉 所以看看哪輛車到 你就要自己看是轉線還是直達 行山之前當然要補給一下 看看是否有些飯糰 因為今早還未吃早餐 還有一隻這麼英俊的豬扒包 這裏好有趣,這間側有螢幕 有些冷帽、風衣 有些太陽帽,挺好的 即是如果你沒有裝備 可以過來才買也可以 這裏挺有趣的 你看這邊,很多東西買 有手套,有些保溫褲 在七仔的外面就已經看到 有一頭很有名的這種燒糰紙 然後走過幾步,也是在七仔的外面 其實就已經看到有些手信可以買 真的很懂得做生意 很多商機 一離開車站就看到 這裏有一個很大的地圖 就是整個高尾山的一些行山路線 其實是有很多條不同的路線 這些路線有長有短 還有有些難度低些 有些難度高些 它分了不同的顏色 你可以看到在地圖上已經看到了 這條4號線就是傳說之中 可以看到這條橋最漂亮的路線 所以很多人回來的程度 就會選擇4號路線回來 這條6號路線就是傳說之中 走得最困難 又或者如果大家沒有什麼行山跟機 就要避免走這條路線 因為它是沿著一條溪去走的 這條路線會比較難度高些 平時如果純粹是我自己 我就可以走這個6號 是嗎 是的 如果是我自己走就走6號 如果跟我建議走最容易的1號是嗎 不是 與你無關的 如果拍片介紹給觀眾 我就走1號 1號就在這裏 1號就是藍色這一條 聽說最容易走 就是最適合大部分的觀眾 委屈你 我們拍片就為了大家著想 示範這條路線 好啊 讓大家明白是怎樣走 好啊 這樣想你會舒服點 當然了 好 Let's go 去旅行最怕就是睡得不好 而吃得太多好東西都可能是失眠的成因之一 例如海鮮內臟都可能含有重金屬 根據廠方資料 身體多毒素和重金屬就可能會影響身體功能 包括肝、腎、大腦可能會影響我們睡眠質素 日本風性生活一定入眠排毒座眠院 先排毒後護肝安神 臨床實精有助加快35%入睡時間 減少半夜窄醒 七天有效改善睡眠質素 即是起到12月22日做全年最底優惠 產品低至62折 詳情看下面info box 出發了 正式開始行山了 我們很開心 幾年沒有行過了 這個山 即是如果你選擇一個較容易的路線 其實都不是很山的 其實都是一些石屎路鋪好那種 有樓梯的那種 都不算太過像行山 現在走這一段路 就叫做高尾山的名店街 就會有少少店頭 其實又不是真的很多 而且會有些餐廳 即是說如果大家來到時間剛剛好 是未吃早餐 或者未吃下午 其實就可以在這裏吃少少東西 才開始走 最搞笑的是山腳這個位置 竟然有間沙林 即是怎樣呢 遇你穿了一雙皮鞋或拖鞋 行山之前就在這裏買一雙鞋 來到高尾山 周圍都是這些屯子 山腳位又見到一間 叫做高尾山當然是很高的 所以除了這樣走上去之外 如果你想省少少腳骨力 都有些方法 分別就是坐這個纜車和吊車 就在我後面這個位置買票 讓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纜車和登山吊車的兩張照片 看到長度不同 一個是千多米 一個是八百多米 需要的時間 纜車是六分鐘 如果坐吊車大概是十二分鐘 纜車是這個樣子 我們走這一邊 我們就選擇坐這個吊車 即是一張椅子 坐這個吊車 未坐之前 才要走幾層樓梯 如果坐剛才下面的纜車 就少走幾層樓梯 一下子 這是十多人 離開 好玩 好好玩 馬上吃還要好好玩 這個就是 Kit 會很喜歡的東西 有一點機動遊戲的感覺 大家看 Elvin 的表情 我就很開心 你看不到我打口罩 平時很多人的 排這些要排很久 很幸運 我搭之前的騎鎖油龍 會不會有這個重量限制 看他都沒有問題 沒事 我這麼輕 怎麼會過重量限制 你只是玩而已 我怕我拖累你 那就可能了 這個機會都挺高的 大家先留意一下 Elvin 的表情 他好像很淡定 我看看他 很矮的 玩嗎 我給大家看看 沒有安全帶的 給大家看看 很矮而已 腳在這裡 如果你跌了下去 其實可以走回去 或者走上去 當然是累一點 其實就沒事的 大家看到了 其實就是坐這個 它沒有安全帶的 我只能讓你踩一下 很害怕 就這樣坐在座椅上 好開心的 那你就要留意這隻腳就不要摔 它都有個告示牌叫你不要摔 但你的腳是摔著摔著的 我忍不住 這件事很複雜 又不讓摔 但其實它是摔的 嘩,我都鬆了 好,好可愛 嚇它 那狗狗都害怕,它在那裡拍拍它 好,拍一下你先 不用怕 OK 沒有什麼人,一流 嘩,其實我很害怕是排隊 嘩,這個網,這個網 好啊,你看下面 好,現在我們去到這段路 情況有點不同 那下面,首先就是腳距離地高了 第二,下面其實就已經是 剩下網了 剩下網了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它現在是沒有拍攝自己的樣子 神經病的 經常拍攝自己的樣子嗎? 我賣樣子的嗎? 我賣實力的 好了,趁著現在有空 跟大家說說關於買票的問題 好 其實我們坐剛才的JR過來的時候 是可以買一種套票 就已經包含這個纜車和吊車 是的,沒有用 但其實優惠很少 優惠的套票 只差幾百日圓 為什麼我們最後沒有選擇買套票呢? 因為很多時候聽人說 去那一程和回來那一程都等很久 未必用到某一程 那就不太好 我看見不是便宜太多 就想去到的時候 有些甚麼就坐甚麼 真搞笑 有東西插在我的袋裡 哈哈哈哈 我真的插得很熟 哈哈哈哈 一下車就已經有很漂亮的紅葉體了 今天天氣就沒有那麼好 即不是藍天的 今天就密雲那種 而且很大風 剛剛坐那個吊車 我覺得頭幾分鐘感覺都挺新鮮的 還有沿途的風景都挺漂亮 但是它的時間都挺長 它說12分鐘 其實坐了一半之後 我是開始覺得有點無聊的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不需要買吊車的來回 因為它有得買套票的 那你一程就買一程是纜車 一程是吊車 如果不然就先買單程 看看下山的時候坐甚麼 就不用那麼心急一次過就買那個套票了 那由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去到山頂最高的599米那個位置 都只需要45分鐘而已 在登山纜車站一走出來 其實就會有一間餐廳 會有蕎麥麵、烏冬和咖喱飯 價錢也不貴 即是一千多百日圓左右 如果差不多的東西 如果在市區吃的話 可能便宜一成或兩成左右 即是這一類的東西 我覺得在一個旅遊景點來說 價錢算是很克制 那你點了甚麼 我點了這個 我點了這個 熱的山藥泥烏冬麵 本來打算點一個 招牌的老蕎麥麵 但那個已經賣完了 太有人氣了 你這個呢 我這個是一個冷的蕎麥麵 配一個雜錦天婦羅 吃飽飽繼續走 其實都未開始走 現在這裡走 應該就不用九個字了 可能半個小時多些 走了兩步而已 我們又見到另一間餐廳 所以其實這裡是美食之旅 完全跟唐山沒有關係 完全是美食之旅 又可以是購物之旅 你看看 這個山真的非常好玩 就是不停地有東西吃有東西買 嘩 處處充滿商機 好吧 我們走吧 多厲害 將商店街和美食街 完美地融入在大自然的環境之中 白身為何這樣 好了 我們來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是可以買票的 哦 這裡有猴子看 看猴子也要付錢 我們香港看猴子 不用錢 香港的猴子很聰明 會搶別人的猴子 當然 是可以吃東西的 然後呢 外面又有個小食亭 然後又是有這樣的糰子賣 那這裡呢 就是一路走 沿路都很多補給的 嗯 就是喝喝吃吃吃吃過 沒有停 只有這些糰子都是很多 很多檔的 這裡 一路走一路保持著都有的 你想不吃都很難 哈哈哈哈 淘汰過第一檔也淘汰過第二檔 它有兩個味道 一個呢 就是芝麻黑色的 這個呢 就是白色 就塗了一些醬油去燒 那裡面這個是沒有餡的 嗯 那現在呢 我們應該都快去到山頂了 其實沿路都很容易走的 沿途全部都有一些標示指著 說山頂是走這條路啊 或者是走這個方向這樣 走到就來山頂呢 就看到這裡是有洗手間的 那也很大座啊 所以大家又不需要擔心啊 沿途可以多喝點水 放膽地喝 哈哈 那這邊呢 就是四號路 那其實呢 那這裡再上去就是山頂的了 就是一同四的交匯處就是這裡 那我們走一 那我們就繼續走 哇 應該是到山頂了 然後大家看看 今天呢 不單止是少許下雨啦 今天霞氣都很重的 你看到呢 整個山頂呢 蒙蒙龍龍龍的樣子 高尾山頂 599.1米 那不是很高的 不算很辛苦啦 走了一陣子 那其實我們都上到山頂了 那三百六給大家看一看山頂的環境 還有今天那個熱鬧的程度 我覺得是剛剛好 因為呢 高尾山都是一個很熱滿的行山 看紅葉的地方 那之前呢 都聽很多人說 就是排隊搭那些登山纜車 是排一個多兩個小時 然後上到山頂呢 就是堆滿了人 就是好像 星期六日旺角那樣 很誇張的 那還有剛才一路走上來呢 沿途都撞到一些香港的朋友 都有打招呼 那樣 那所以就是今天 過來走呢 其實我覺得挺舒服的 那還有本來看天氣報告呢 今天就會冷很多的 就是說今天可能只有12度左右 就是早幾天看的時候 就說今天只有12度左右 那但是最後今天上來呢 其實現在應該是可能18度左右 那所以溫度上呢 反而今天是挺舒服的 那就是下一點點雨 是這一刻麻煩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一幅圖的 那其實呢 這個觀景台呢 最厲害呢 就是呢 遠處呢 其實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 那但是因為今天呢 就是多雲兼有雨 那富士山呢 就躲在霧啊 那些雲啊 後面了 那今天這裡都很舒服 上到山頂 那我們現在呢 就在這裡休息一會 那接著呢 就開始走回去 就是纜車站那邊 那我們就會嘗試坐這個纜車下山 因為剛才我們坐吊車上來的嘛 那這條片就去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那給大家看一看了 不是下了filter 是山裡面的霧氣 那就令到整個環境 好像仙境一樣 嗯 還沒 還沒 是 好 哈